孝庄太后现在南娜 一边是病重的孙子 一边是执意向佛的儿子 只能自己撑起这片天 心中万分压力 还不能在大臣面前显露 她也不知道大清的未来在哪 而就在这特殊时刻 病床上的小悬叶又叫着难受 道祖宗 我快死了吧 看着病危的悬叶 孝庄只能努力地哄着小孙子 等着她长大了做大事 夸她停时得了头鸣争气 在这万分艰难的时刻 一个不起眼的消息带来了一丝希望 太监报告一个小姑娘带了草药 想要进宫就小悬叶 已经在宫外跪了一天 得知是苏麻拉姑 孝庄急忙派人带她进来 看着眼前的小丫头 孝庄非常好奇 她冒着生命危险闯宫的原因